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撒母耳记上》 一章十九至二十八节 第二天清早他们全家起来 再次去敬拜上主 之后就回到在拉玛的家 以利加拿和哈拿行房 上主没有忘记哈拿的恨求 时后到了哈拿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及儿子起名叫撒母耳 因为他说 他是我向上主求来的 第二年以利加拿和家人 又前去向上主献祭 他们每年都会去一次 这次哈拿却没有去 他对丈夫说 孩子断奶以后 我要带他到圣幕去 把他留在那里 让他永远和上主在一起 以利加拿同意了 他说 你觉得怎样好 就怎样做吧 现在你就留在这里 愿上主助你信守乐言 于是哈拿就留在家里 让他捕育儿子 直到他断了奶 孩子断奶以后 哈拿就把他带到 是罗的姓末 他们带了一头三岁的公牛 作祭生 还带了一蓝面粉和一瀉酒 把公牛献上以后 他们把男孩带到以利面前 哈拿问 先生 你还记得我吗 我就是几年前 那个暂在这里 向上主祷告的女人 我求上主赐给我 这个男孩 他应允了我的祈求 现在 我要把他献给上主 他要终身属于上主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 去敬拜上主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学习放手 哈拿的祷告 亡上帝应允 她生了撒母耳 小朋友断奶之后 哈拿立刻带她去圣殿 让她永远住在那里 学习侍奉上帝 祷告等候多年 才得到的是一个命根 共处先短短几年 就要分开 这样对哈拿来说 绝非疑是 小朋友能够照顾自己吗 吃得饱吗 冬的时候 记不记得着衣服吗 和她相隔那么远 怎能放心呢 今天很多为人父母的 面对长大成人的儿女 还要事事干预 吃什么 穿什么 入大学选什么科 甚至儿女婚后的家事 经济开支 管教子女的方法 也要管 不要忘记 子女本来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只是仇托者 上帝才是他们的生命之主 即使父母亲也不能佔为己有 有一天 上帝要带领他们去远方升学就业 或者挑选猜遣他们去海外做宣教 我们能不能够 好像哈拿一样金心献上 将子女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呢 当哈拿愿意将她的自爱摆上 上帝就让她后来再生三个儿子 两个女 超过她所想所求的 如果我们爱主 将所爱的献给主 祂总不会规负我们 如果上帝呼召我们的小孩子全职侍奉 我们能够金心献上子女为主所用吗?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折录自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